好 谢谢主席 我请院长还有外交部长以及经济部长 好 陈院长请 还有吴部长 王部长请 好 院长好 好 院长两位部长好 今天我们其实专案报告 就是针对我们台美之间的贸易倡议 我想先请外交部长来谈好了 我们用什么样的名义来做签署 我们跟美国之间的这些协议 基本上是由我们驻美代表处和美国在台协会 好 用这两个代表处 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王美华部长 请问一下两个代表处是经济实体吗 这个我们历来跟美国签还有很多的相关的合作 确实都用这个名称来签 我们对外 因为这是一个贸易协定嘛 你们就是直接讲这是一个贸易协定 那么我想请问我们过去跟其他国家 也有签订很多的贸易协定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名义 我们请外交部长吴部长回答 如果是邦交国的话当然是两个国家的政府签 但是如果非邦交国的话通常都是经过代表处的这个方式 通常都是用代表处的名义是吗 刚才我看王美华部长赶快要打pass 部长我们跟其他非邦交国也是用代表处名义来签吗 我们跟新加坡跟纽西兰是用WTO的这个名义来签署的 对 重点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21世纪贸易倡议就台美之间 我们用两个都是代表处 事实上都不是一个实质的经济体 可是我们过去事实上跟非邦交国是有签订贸易协定的 刚才讲到最具代表性而且我们也认为这个可能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新加坡跟纽西兰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跟新加坡和纽西兰我们的签署双方的签署 我想部长你作为外交部长不应该连这样的ABC跟Common Sense都不知道 你刚刚是问说协议没有特别讲说是自由贸易协议 协议的话 好不要浪费我时间 所以我现在要说的是 我们在跟新加坡和纽西兰的FTA 是FTA的贸易协定 我们的签署新加坡是用新加坡 纽西兰用纽西兰 那当然我们的话我们是以一个在WTO架构下就是台蓬基码的个别关税领域 所以这两个一个新加坡一个TPKM 事实上它是两个经济实体 这也符合国际上的签署 至少是对等的 我们可以用经济实体来签署 所以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次同样是贸易协定 为什么我们跟美国就只能用代表处 一个完全不是经济体 也完全不是在WTO架构下来签订 这样子不是被降级了吗 我想先请部长来 我们先请外交部长来回答 为什么新加坡跟纽西兰可以 美国不可以 我们跟美国这个贸易协定 还没有达到那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程度 这个的确是一个贸易的这个协定 双方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也认为说是要有两个国家的这个代表处来签订 应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决定这样子处理 跟委员报告 那因为在跟美国签的时候 美国定位这个是行政协定 那也没有关税减账也没有市场进入 然后在既有的体制下去提升行政的治理跟贸易的合作 我了解了 因为要把它解释成不是一个真正的贸易协定 但是呢你们的不管是给我们的报告 不管是中文或者是英文都以贸易协定称之 所以我要讲的是 贸易协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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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协定的行政协定 对啊没有错啊 都是贸易协定啊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说 其实 我刚才已经把事实讲出来 实际上在签这个台美二十一世纪贸易协定的这个过程当中 双方都承诺 两国都承诺 要互相的来遵守 然后呢是以对等的方式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商业 我不好意思 您讲的是废话 因为这个我们签订协定 双方当然都要同意才能够签署 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 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 我们签署的这样的一个规格 不同于我们过去签署贸易协定 所以我在这边具体的要求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WTO的成员 所以对于我们保障最好的 就是能够在WTO架构下 所以新加坡跟纽西兰 我也不认为他们是用国家 因为他们是非邦交国 当时我想赶忙王部长知道 就是当时我们跟新加坡签署的时候 还为了名称有一番周则 但是呢我们要确保它是两个经济体 有两个经济体 而如果会有任何的争端的时候 至少我们可以就WTO去做救济 但是我们现在用代表处 请问一下未来有任何的争端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来救济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希望未来 外交部能够去争取 我们能够用实质的经济体 去对外签署相关的贸易协定 像今天大家都非常关心 希望我们能够去参加更多的 这种经贸国际经贸组织 但是非常重要的必也正名乎 这一点是我在这边具体的要求和建议 跟我也回答一下 刚刚提到的那个新加坡和牛西兰 跟我们的自由贸易协定 签署的也是我们的代表处 对啊签署的 是吗 部长 吴部长 来来来 我不要浪费我时间 这你自己跑到去网站来看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台新之间的经济协定 简称什么 ASCEP 这S就SINGAPOR 然后 你刚刚是讲签署的人 签署的这个代表机构 就是我们的代表机构 我刚才问你啊 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什么来签署 不是只是SING的人 SING当然是人 对不对 或者是激动 你刚刚是问这个嘛 但是 但是 我说毕也正迷糊 部长 我真的拜托你啦 你作为一个外交部长 你自己去看一下你的网站 你怎么写的好不好 这个都有中医文本 好不好 你在这边跟我讲这些东西 只是破露你的无知 现在又是讲签署的这个 因为我要还有其他重要的 请问 请两位部长可以请回 时间暂停一下 两位部长请回 我想委员你刚才提的 这个台美是 这个签约以后 都是与台美是以政府为 为这个主体 所以这个没有所谓降级的问题 而且呢 就是有降级 好来部长 院长 我跟你请教另外一件事情 今天早上我有召开一个记者会 因为呢 我是台北市的民意代表 那有一件事情 我想应该 院里面应该同任 有跟你报告 有 对 那这点对我们 地方政府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之前 我们宣布了 明年 要军公教调薪4% 好 另外呢 就是对我们警察人员的 警情加紧要提高15% 那这个事实上我们都赞成 可是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所以现在 应该负责地方政府的人事费用 中央政府负责中央政府的人事费用 所以在这边 好 我还没有请你回答 我会给你回答 你不要紧张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在民国111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行政院也宣布了 要调高 这个军公教调薪 当时是给予地方全额的补助 给予全额的补助 那可是 所以以台北市政府来讲 他就希望能够比照111年 时空不同 那个时候是 这个COVID-19的期间 而且要看这个调薪的期间 是在什么时候 如果来不及编列 下年度的预算的时候 那当然那个时候第一年的部分 是全额补助 但是第二年开始 就是由地方政府 要来负责那一个地方 所以你要看时间 好 你说时空不同 那我另外请教一下 我们行政院会标准一致吗 对于全部的县市政府 还有直辖市 都是办数补助吗 只要看这一个政府 地方政府它的财税状况 才能够做决定 好 这就是你们的回答 那这一点 其实让地方政府 最后可能会出现了差别待遇 好 所以在这边 我具体的 要为我们台北市政府 争取比照111年 中央全额补助 这不可能 另外 你说不可能啊 新北市也不可能 是不是 高原市是不是也不可能 台中市是不是也不可能 我可以回答吗 可以 好 你回答我可不可能吗 不 我就是要回答你可不可能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要看地方财务的状况 我们才来决定 如果地方财务不好 那我们当然需要更多的补助 而台北市政府实际上 拿到的中央统筹分辈款 还有一般计划的这个补助 是相当的高 好 那另外请问一下 那新北市呢 新北市呢 新北市我还要去看一下 它的数字啊 因为我今天开记者会 针对台北市 你没有针对 好 另外一件 另外一件 因为我时间正在走掉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警情加紧的部分 这个部分本来中央 也是答应全额补助 但是到目前为止 只有今年到今年的12月底 请问一下 那明年对于地方的警情加紧 提高15% 回归地方 就回归地方了 当然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111年的时候 那我再请问 所以是不是 所有的地方政府 从明年开始 都不会有警情加紧的补助 这个警情加紧的补助 当时要提升到15%的时候 是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都有很好的现场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大家也都同意了 中央只给钱到今年底 大家也都同意了 是不是只给钱到今年底 那现在就看 那个如果是地方的人事费用 就是地方富王 好 所以 也就是确实我所讲的 就是我们中央请客 因为我们说 我们提高警情加紧 我们提高军工教条心 但是呢 明年 不是你砍办 就是明年全部你中央来 就是全部你地方来想办法 院长我要告诉你 以台北市来讲 我不晓得其他县市 以台北市来讲 警情加紧的部分 就增加20亿 而且这是必须持续的 所以他绝对会 排挤到地方的财政 当时在协商的时候 所以在这边 我一定要帮 所有的地方政府讲话 中央在请客 中央在开支票的时候 你应该想到地方的财政 他也要调度 而不是中央请客 然后是地方来买单 我们会是地方财政的能力 如果必要由中央来补助 我们会补助 但是台北市 台北市是经济状况是很好的 所以如果台北市拒绝 要给他们 台北市也要支出啊 所以你就科扣台北 当时学商的时候 台北市已经同意了 他也衡量了 他自己的财政能力 也同意了 要代表台北市民 跟我们行政院 有最大的一个抗议 你怎么可以科扣台北市 好另外 我没有科扣台北市 因为台北市的经济状况 是可以 而且我们 好来院长 下一个一题 下一个一题 来我们看一下 台北市政府也同意了 院长很重要很重要 社福的问题 你不要这样子一直规避 来 因为现在非常非常热 那最近发生了很多 事实上真的有热死人的状况 那尤其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 就是有一些独居老人 或者一些年纪大的人 他们因为电费贵嘛 因为夏季有夏季电费 他舍不得开冷气 所以呢 在前几天就发生了一个 两个老翁啊 直接热晕 那另外也有反映 比如说有一些长照机构 他因为舍不得开冷气 因为他觉得这个电费太高 会增加他的支出 所以很多的长照机构 现在有一些反应是 他们也是只是吹电风扇 所以我在这边 做一个具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因为依据我们的电业法 确实有对社福机构 还有对一些身心障碍的家庭 或照顾机构 有这个电费的优惠 有打85则 但是现在因为极端气候 现在我们真的承认太热了 然后再加上夏季电费的涨价 所以我在这边 直接的强烈的建议 我们对于长照机构 在夏季电费的时候 再给予优惠 我们曾经在疫情的时候 有10% 那时候是因为疫情 但是针对极端气候 夏季对于长照机构 可不可以去考虑 我现在是请研议 我帮他们请命 可不可以再有这样子的 夏季的电费的优惠 而不要发生 谢谢王委员 报告因为 扁日排定执行的委员队